大家好!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那我今天想要來聊聊 如何成為一個快樂又樂觀的人 我其實就是很倒楣 我的朋友們都叫我倒楣鬼冠軍 不能一念自己要的科系啊 工作又失業啊 去比賽還得到最後一名 然後被朋友陷害 我整個人都是蠻衰的 就是過得不是很順順你知道嗎 但是呢這麼倒楣的我呢 為什麼會成為快樂冠軍 chada baby 今天呢我就是觀察出五個 讓我每天呢都可以快樂樂觀 開朗少男成功季 的一個感覺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第一個就是隨時都要有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就是別人對你做什麼事 你都是抱持著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一個很謙卑的心態 這世界上有人對你好都是一件好事 那我覺得會有這個想法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對我很差 所以我只要有人對我好一點 我就覺得很感恩 像是你在吃一碗大腸麵線的時候 你就要很感恩 你就說我現在能吃到大腸麵線是因為我有牙齒 我有能力買大腸麵線 我在台灣 你看我現在在紐約我吃不到大腸麵線 你其實是過得很好的 那有些人可能會很衰 他說你看我現在都大腸癌末期了 我怎麼那麼衰 那你就想想看 有些人他甚至活到兩三歲就死了 他得疾病產生 那你還活了三十幾年 是不是你可以用這個句子 至少我還有blah blah blah 一點點知足的心呢可以讓你走得很遠喔 第二個 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發生的原因 我以前在十大有一堂必秀科叫做社會問題 那當時就有談到說 單親也有可能是一種社會問題 例如說 因為你少了一個爸爸或一個媽媽 那你家裡成長就不像是傳統上的那麼的健全 那因此呢 小孩可能更叛逆或更壞 但是呢你換一個方向想喔 我今天有爸爸媽媽 我爸爸每天揍媽媽 揍揍揍 媽媽每天卵子衝腦 跑去搞外遇搞外遇 嗯嗯嗯嗯的感覺 這樣的話 你的家庭 美滿嗎 反而單親還更好呢 小時候你可能會視為一個小悲劇的事情呢 也許不是悲劇喔 嗯 對 可是你搞不好因為你單親 你反而更懂得愛人 然後你更會賺錢 塞翁斯馬燕姿飛福 就像是我自己找工作一樣 我本來以為 我找不到工作我要死我要死我要死了 結果我找到這個工作還不會 fire我 因為我朋友他之前就陷害我 然後好險他現在被fire 我就覺得很爽 就覺得活該 第三點 就是笑看人生 嚯嚯嚯嚯嚯嚯嚯 嚯嚯嚯嚯嚯嚯嚯 因為像我就很喜歡看別人 壞人被害得很慘 就是我有哪些心機表朋友 然後就摔個狗吃屎 我就覺得好爽 或是正常朋友 他就在摔倒我也覺得很開心 像我有個朋友 他就是每天都跟很醜的渣男交往 那渣男就大劈腿啊 然後偷走他的東西啊 什麼之類的 結果那個朋友就跑來跟我們講這個故事 那他雖然我朋友在哭 可是我都一直笑狂笑 我想說這麼醜的男人你也要愛 所以他的悲劇是我的喜劇 我就笑看別人的人生以後呢 你就發現很好笑 所以當我自己發生很悲傷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This make a good story 這會成為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那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覺得我的悲傷 可以帶來別人的快樂 小丑 的一個價值 就是我覺得至少是有價值的 所以我反而會更開朗的去看待自己的悲傷 會覺得說這只是像是看電影一樣 是一個人生故事嘛 人生近看是悲劇 遠看是喜劇 第四個 悲觀到了極致就是樂觀 我其實是會悲觀到極致的人 我就會覺得說 例如說我們今天要上台演講好了 我就很害怕自己會講錯 可是呢 人生最慘的是什麼 人生最慘的是你上台演講錯話嗎 不是 人生最慘的是有蟑螂跑到你的嘴巴裡面 噁不噁 你想想看 我之前就聽到一個故事 就有一個大學生在睡覺的時候 他就是 夢到他自己在吃塑膠 然後吃一吃以後突然醒來 就發現嘴巴裡在吃蟑螂 他吃蟑螂 你嘴巴裡有蟑螂這樣 咳咳咳 咳咳 公司想到都覺得好噁喔 你要大吃螺絲 還是你要吃蟑螂 第五個 就是你的心態上呢 你要是不去問為什麼 而去問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在工作 學業 愛情什麼 都非常有用 你遇到困境的時候 不要一直去鑽牛腳尖 你要去突破它 你要去超越你自己 所以像我遇到困境 父母很機車 煩死我 逼死我 想要我去死 這時候我該怎麼辦 我就超越困境 我離家出走 是不是 現在我人生就是開闊要命 還跟好萊塢的人睡覺 渣奶就是很討厭 那你要怎麼辦 分手 你不要繼續想說 為什麼他那麼渣 為什麼他那麼渣 你不要想 Tha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你的business are none of my business None of my business 那不是你的business 你的business呢 就是去想怎麼辦 然後去把它完成 你就是不斷地去解決 你人生遇到的難關 以上呢 是五個我自己樂觀的方法 如何去正面的看待很多事情 但是 採取一些 比較背面啊 或很奇怪的戰術 但是反而是這樣子 反而是去了解 心底層最悲的原因 而去讓你快樂 而去讓你釋懷 那在這裡祝福 大家都可以成為 自我療癒之神 尷尬 另外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被霸凌的小故事好了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呢 有一天我在睡 我覺就 然後我就起床 起床以後呢 就是班上同學 就是一直跟在我的背後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欸你是豬嗎 你是豬喔 我想說 你們怎麼那麼邪惡 為什麼要一直叫我豬 然後後來呢 另外一個同學就跑過來 撕掉我背上被貼了 我背上被貼 貼貼 我背上的貼貼貼上面寫了 我是豬 那他就叫我豬 然後我當下就崩潰了 因為我就覺得 我明明不是班上最胖的人啊 班上還有三四個比我更胖的人 什麼時候輪到我叫豬 你也應該先叫那個誰誰誰豬吧 當下是這樣的心態 可是我覺得很崩潰 我就大哭 然後我就覺得很難過 可是我後來呢 回想 回家去想一想以後就發現 其實我哭的原因不是因為我被說是豬 我哭的原因呢其實是 既然有人貼我便利片沒被發現 我到底是多愚蠢 就是我覺得很糗 你知道嗎 是糗感 勝過那個豬感 那我希望呢 貼我那便利片的人呢 就是可以去死一死 其實一直詛咒別人死也是一種 發洩情緒 讓自己更正面樂觀的方法 因為我一直希望那個人可以去死 然後 但他可能還沒有死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但是我希望他死一死 或是被渣男折磨啊 然後得性病啊 保險套掉在陰道裡面 怎麼辦 一直詛咒人家 我覺得我的死亡筆記本 現在就跟慈海一樣 齁